职场最难处理的可能就是空调问题 最近是夏天 夏天里面办公室的空调 真的是由谁来决定 很成一个大的问题 据说在一个七个人的办公室里面呢 因为这个空调问题 导致有人会辞职离开 所以在这个夏天里面 如何处理好办公室的空调问题 温度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我以前在一家公司 这个是整层敞开的这样的空调 我正好坐在空调下面 真的是满蓝熬的 也对自己的身体形成了一些损害 但是某种程度来讲 过去也就是认了 是吧 受苦就受苦了 加件衣服就加件衣服了 但是从来没想到过 会去跟别的同事提出协商 或者把这个温度降到我 提升到我要的那个温度上去 所以现在的人是不是比以前的人更娇气呢 你在办公室遇到这个空调的问题 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和大家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